虽然两年间有性别鸿沟 年龄鸿沟 职业鸿沟等等 可是董明珠依然义无反顾地爱上了王自如 为什么 大家好 我是顾影琼博士 这里的爱超越了普通男女之间的荷尔蒙吸引 我最看不及不追踪女性的男人 如果你觉得我不病的话 你把她抱啊 去开心底下 我给你我的附属金函 你在叫我做事 看着董明珠望着王自如那少女般的眼神 你就应该知道王自如应该有很多董明珠需要的东西 王自如1988年齐齐哈尔人 一米七八长得挺帅 因为小时候搬家影响了考试成绩 大学考的一班 毕业后父母借钱去香港读书 之后发现普通工作无法解决生活压力 就想靠自己的口才和长相来做成本比较低的小视频 多年的坚持下也算有了一点小名气 但是缺乏更大的舞台和实际利益回报 1954年出生的董明珠 这几年过得也不顺利 企业发展遇见平静 头脑灵活的董明珠也在找寻 扩大影响力的方式和方法 而此时还是小鲜热的王自如 还有着别人没有的成熟认知和人生态度 我觉得董明珠对王自如是真正意义上的爱 超越了庸俗的负距离 两人能够在一起变优秀 一起进步 一起取得事业的成功 一个人生忠告 就是你如果是被包养呢 就不要谈独立人格 真的很奇怪 这个这两天搞得我快抑郁了 罗老师我再强调一遍